当高医生对方宜诺、肖露、谢天花 讲出救治和和的最后一个办法时 就等于交给了他们一个潘多拉摩盒 明明知道打开会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 却又让人无法拒绝 明明知道这是一场输赢个一半的豪赌 却还是不得不去下注 为了救和和 让方宜诺和肖露这一对离婚夫妻 再要一个孩子 那就是强迫他们对自己现有家庭的背叛 对此方宜诺和肖露别无选择 不同的是他们的另一半 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截然不同 谢天花经过了猛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接受 条件是新生的孩子还是任他当爸爸 而董帆就没有那个觉悟了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强烈反对 在肖露表现出坚持之后 他决定与肖露离婚 肖露并不想与董帆离婚 毕竟如果没有这件事 董帆这样的老婆堪称完美 至于方宜诺 他单方面认为这样太委屈谢天花了 所以他也要与谢天花离婚 他以为这样是对谢天花好 但如此强势地表现自己的伟大 其实恰好是他最自私的表现 就在谢天花和董帆身处痛苦之中时 方宜诺和肖露不管不顾地开始了 专属于他们的备孕计划 然而现实给他们开了一个超级大的玩笑 一通检查下来 方宜诺的身体条件暂不适合做试管婴儿 对于和和而言 时间就是生命 没有办法 方宜诺为了救和和 决定背叛谢天花 与肖露来真的 哪知道他还没有付诸行动 就在隔壁大姐的提醒下 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谢天花的孩子 方宜诺度中的孩子 对于得病的和和来说 并非最好的安排 本来亲生父母能配行成功 也只有50%的几率 现在就血缘关系而言 能救和和的几率就降到25%了 接下来该如何选择 又是摆在方宜诺与谢天花面前的大问题 按照方宜诺一贯以来 自以为是的处理方法 他很可能会做出对不起谢天花的事情 本来谢家大姐谢丹 就对方宜诺一直耿耿于怀 现在看来还是谢丹最为清醒 方宜诺对谢天花而言 真不是一个好妻子 无得有偶 还有一件事情 也令方宜诺完全没有想到 那就是和和的配型 就已经初步找到了 这个人就是肖露的前老板苏景伟 高医生郑重提醒苏景伟 在骨髓移植的最后阶段 如果他拒绝捐献 那么患者的生命将进入倒计时 从高医生的话 甚至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苏景伟把控着和和的生死 看来生活不光跟方一诺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还让肖露也陷入了极其难堪的境地 此时的肖露与苏景伟早已从战友变成了对手 那么苏景伟在捐献的最后一刻 肯定会将肖露一军 肖露为了和和99步都走完了 肯定不会差着最后一步 更何况关乎女儿的生死 所以无论苏景伟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肖露应该都会接受 只是如果他真的照苏景伟的要求做了 那么他的职场生涯估计要跌入谷底了 不过按照电视剧的套路 估计苏景伟到最后必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赋予和和心的生命 毕竟苏景伟虽然是商人 但良心未敏 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喜欢的女子 雷文 雷文是和和的干妈 方怡诺的最好的闺蜜 在这件事上 她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就目前来看 这部由电影左右 改编而成的剧版 《亲爱的小孩》 结局应该是圆满的 方怡诺欺骗了谢天花 谢天花也一夜黑化 转而攻击方怡诺 不过谢天花终究还是一个至善之人 他因爱选择了放下 方怡诺也最终选择了原谅 和和也迎来了新生命 肖露为救女儿和和的付出 董帆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这段经历 让他快速成长 也让他理解了肖露的所作所为 两人忠视兵士前嫌 至于雷文与苏景伟 他们的结局最没有悬念 两个不相信爱的人 一旦决定了在一起那是八匹马都拉不开的 讲到这里都不得不佩服编剧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在这部剧里这巧合也太多了吧 当初方怡诺是因为生下和和之后 冷淡了肖露 导致肖露一时没有把握住自己 与猪猪发生了关系 之后猪猪大闹和和周岁燕 方怡诺一气之下与肖露离婚 倘若方怡诺在这件事上原谅肖露 肖露一定不会再犯错误 这还是幸福的一家 那么和和生病之后 当高医生提出亲生父母再生一个孩子的办法后 也不会像剧情那样有如此多的顾虑 更不会因为和和的事情 去伤害无辜的谢天花和董番了 肖露是因为要准备钱给和和治病 所以才离开苏景伟 跳槽到了竞争对手的公司 哪知道最终能够就和和的居然是苏景伟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肖露又何苦跳槽呢 直接请苏景伟出马 更是将一切的中间环节都省略了 所以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神奇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商场上的敌人成为了就自己女儿的最后希望 不过苏景伟之所以会去医院配刑 这也多亏了方怡诺的好闺蜜雷文 和和得病是她命中的大劫 这是她人生的不幸 但为了让她活下去 有那么多亲人为她不顾一切 这也是她的大幸运 谢天花为了和和 偷偷将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婚房都卖了 谢家老人 为了和和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 将自己的养老钱都拿了出来 雷文为了帮和和找配刑 用遍了人脉甚至用上了送酒的低级手段 更不用说和和的亲生父母方怡诺与萧露了 简直就是搭上了自己的一生 以往看多了太多飘在云端的剧 偶然看到这部剧时顿时让人无比震惊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接地气 展现出人们生活真实的一面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部剧有故意卖惨的嫌疑 但相对于现实而言 这已经是戏剧化了 现实中和和的原型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电影左右中和和的结局是开放的 蕴含了希望 而在这部亲爱的小孩中 应该会有个更确定的结局 更美好的结局 毕竟绝望后的希望是最能温暖人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